我覺得應該是 西四早餐 哈哈哈哈 等等等等等等 中式 中式卡 那你買便宜你這說真的假的 沒有因為我比較愛吃中式 哎呀這真的很難耶 哈囉大家好我是少年 歡迎收看不負責任面向學第二季 不過很明顯就是我這個過年放假 沒有放完今天穿錯鞋子穿到球鞋來 哎呀 穿了一雙跑步鞋來 各位知道我是跑過來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來看一下題目是什麼嗎 從面向看你喜歡吃西四或中式早餐 真的很難我覺得面向上要怎麼分辨 面向上什麼樣的人是比較 偏西四風格的呢 我覺得比較急的人應該是喜歡吃西四多一點 所以我猜眉毛眼睛比較近的人 比較西四 然後如果眉毛蛋 眼睛比較小的人可能就 還無所謂 他可能就 沒慢慢來可以吃中式 好所以我用性格的 急和不急來做這個判斷 這個藍綠色頭髮的同學一定是性格非常浪漫啊 眉毛看不太見但眼睛是雙眼皮 一定是沒有那麼傳統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 西四早餐 哈哈哈哈 等等等等 答案是中式 中式 哈哈 那你買便宜你這說真的假的 沒有因為我比較愛吃中式 我覺得剛剛他看起來眼睛很長 所以我決定了 如果這個人是傳統的那種 中式style的面向 應該就是喜歡中式 但如果他不是他眼睛偏圓 長得輪廓比較立體 可能喜歡西四 好我們試試看 首先這位同學看起來性格非常之急躁 因為眉毛眼睛很近眼睛又很大 比較躁 可能就剛剛講過 可能吃西四比較忙 但是這個同學我們剛剛得到的結論是 如果眼睛比較長可能是比較傳統一點 眼睛比較圓 然後輪廓比較立體 感覺很像嘗鮮 這個應該是 我覺得偏喜歡西四 早午餐類型 一二三 叮叮 西四 很棒很棒 感謝你 感謝你的支持 為什麼喜歡吃西四 比較重儀式感 重那個feeling 對 西四的感覺 這位同學為我們揭曉了一個關鍵的感覺 就這個人重不重feeling 如果這個人重feeling 多過於重吃是吧 就會喜歡西四的 因為西四比較有儀式感 對 這一次呢我相對胸有成竹啦 畢竟剛剛對了一個 我們現在看儀式感的重視度 這同學眉毛很濃 眼睛不大但偏遠 但是感覺起來 你的面相好像也不是那麼重儀式感 因為眉骨很高的加班不容易死 所以一般來說會一直瘋狂加班型的 可以一直加下去 所以會滿有成就啦 但不是儀式感 所以我猜中視 好 再來這位同學 這同學呢 眼睛很大 顴骨很飽滿 印堂很拱 印堂越拱的人呢命越好 所以這個就命很好 謝謝 是個大人物 但這個呢 怎麼樣 一般來說就比較重享受 重儀式感 可是中式食物很好吃 所以有點難 好 我猜你是中式 西四 二 三 今天想要燈燈 看 像相反 直接毀滅耶 為什麼喜歡吃西四 西四的蛋白質的食物種類比較多 為什麼蛋白質多很重要 因為我個人有在運動 我喜歡攝取多一點蛋白質 喔 有在健身 這位同學最近有好事發生嗎 怎麼看 看起來運氣不錯 是有啦 是有對不對 這叫洗上眉燒 這個有點難啦 高階相學技巧 他的面相上面 眉毛上面白白的 等一下同學們要來學可以看一下 然後你額頭很拱 看起來智力很高 但是眉毛很硬 所以是看起來好相處 但其實性格很硬的一個人 那這個面相呢 偏傳統喔 這個面相 它並不是一個陽氣面相喔 但以健身來看 比較偏福泰 看起來沒有在追求蛋白質 所以澱粉應該是可以的 對 那我們看一下 我猜中式 好 接下答案 耶 猜對了 為什麼我喜歡吃中式 不喜歡吃西式 晚上常常跑去吃 永樂都這樣 對 要注意心血管啊 好 唉唷 你額頭上有個亮智耶 你很酷耶 坦白說我還蠻想問這個的 爸爸做什麼的 快遞耶 算是做得不錯了是不是 算老闆 這個額頭的智啊 代表爸爸是比較有才能的 對 就在他同溫層裡面算是混得不錯的 所以就會有這個智 主要是這個意思 原來是跟爸爸相關喔 對 額頭為天 天為父 跟爸爸有關 然後你印堂很拱也不錯啦 然後做快遞 看起來這個兩邊的祖上積德也不錯 對 好 那我來猜你這個 選擇是中式還是西式 我們剛剛講過 運動健將就喜歡吃西式 有蛋白質 猛將型的人才 這個胸對不對 自有在練 很大 對啊 所以答案是西式 中式嗎 哈哈哈哈 你不是有在練嗎 你怎麼吃澱粉 你說 你說 嗯 照吃 只是加大 就是多運動 沒想到剛剛得到的一個結論 馬上就被打臉了 原來有健身不等於一定喜歡吃西式 哎呀 這真的很難耶 這位美女同學 是大鳳眼眼睛很大但很長 屬於膽大心細的面向 但有點美人間 眼睛又大的人 應該是比較好奇 喜歡西式餐點比較多元一點 但是我剪台的手 欸 有一點心血管疾病的徵兆 但是這兩個加起來怎麼辦呢 我覺得如果有心血管疾病 因為看起來 比較中 眼睛比較長 或是偏圓那種 我才喜歡吃中式 對 等等 西式 為什麼 因為西式的比較fancy 有很多變化 哎呀 好奇有沒有 對 是好奇 可是你看起來就澱粉吃很多 西式也可以澱粉很多 西式怎麼澱粉很多 都吃麵包皮 還有薯條 薯餅 還有薯條 薯餅 所以你不喜歡吃中式的 還好 就很無聊 OK 好 所以我要記得如果有美人間 看起來又比較好奇的一個面向 那就是應該是喜歡吃西式的 看起來這個身體非常不好 身體不太好 但是看起來這個戰鬥力很高 智力很高 但這個面向 眼睛很大 鼻子很大 所以我覺得喜歡吃西式的概率比中式多一點 因為性格很浪漫的一個人 但性格很硬耶 性格這麼強硬又浪漫 我覺得應該會喜歡吃西式的東西 好 看答案 不會吧 還好 最後一位這位看就是一個浪漫的 超浪漫的一個人 跟你談戀愛一定是個超美好的事情 對 因為你有層出不窮的樂趣 我看看你的手 哇 想超級多耶 你真的每天小劇場超多 你的手聞超多耶 這想這麼多的人 我猜他體驗上應該是喜歡西式的 因為我覺得中式的應該不會想太多 他可能就喜歡吃一樣的 但是你想很多的時候感覺 西式比較多 我猜西式 西式吧對不對 你是喜歡什麼多樣化是不是 對 喜歡不一樣 因為他剛剛說中式有油條 就不喜歡油條 我有什麼負面的回憶嗎 畢業到過 飯館那些我都不愛 喔 你是不愛中式耶 飯館很單調 喔 還太單調不行 所以你果然想很多耶 真的想得很細膩耶 油條太油 而且飯館裡面又包油條 所以就乾坤不要吃 哎呦 這個很酷 好 在開春的第一集呢 就非常慘了 幾乎沒有對 但源自於這個題目 我覺得還是有點太難了 那我覺得綜合下來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幾個點 我覺得比較合適 首先的是你看這個面相 如果眼睛大又圓 然後手相紋路很多 代表想很多的人 一般來說 他的喜歡好奇心體驗感比較重 如果用了美人肩 眉毛濃 都是屬於什麼 比較浪漫的面相 這個類型喜歡西式的多一點 那中式的是什麼 如果看起來眼睛比較長 甚至是眼睛偏小 然後但是如果他硬糖很拱 有可能就喜歡中式的 因為硬糖一拱喔 這個人喜歡會享受啦 然後呢 看起來怎麼樣 澱粉吃比較多 那怎麼看心血管的問題 一般來說 手上啊 手向啊 無名指下方啊 無名指下方 這個位置呢 如果有青筋或是比較紫啊 或是說整個手的中心啊 也偏紫 那也是一樣啊 所以如果你這個地方 有偏紫的一個血管 就要比較注意啦 好 以上呢 就是我們第二季 不負責面相學 開工的第一集啦 希望大家都回去看看周遭的朋友 喜歡吃西式還是中式 看這個呢 會不會準 可以對一下 在底下留言反饋給我們 那喜歡我們頻道的話 記得怎麼樣 要訂閱留言 打開小鈴鐺 好不好 謝謝大家